大家好我是绿客 感谢你点开这期的视频 那今天呢我们来开箱点不一样的东西 也是我这三四年以来都没有消费过的一个东西 其实进入到秋冬呢 关于鞋的选择不光有球鞋 其实还可以选择靴子或者说皮靴 所以这期视频呢我就来给大家开箱 顺便推荐一波我刚刚入手的这款 来自BV的军靴 可以看啊这个靴子的包装真的是非常大 那因为我相机的原因呢还是有一点点色差 实际上这个袋子的颜色不是嫩绿色 而是正经的那种绿色啊 不知道怎么形容了 那可以说这个袋子是非常的大 那么里面的这个鞋盒呢就更大了 可以看非常非常大个的一个鞋盒 简直就像是一本硕大的词典一样 那么关于BV这个牌子呢先废话两句 首先它的名字的读法呢是BOTEGA VENETA 它是来自意大利的一个早先是专门做皮具的品牌 也就是说它的服装啊鞋旅什么的 并不是它的强项 BV其实也是很少见的 并没有以创始人名字命名的奢侈品品牌 那它的意思呢其实是VENETA工坊 也就是说BOTEGA就是工坊手工匠人作坊的意思 自打2018年由Daniel Li来担任创意总监之后呢 可以说这个BOTEGA VENETA真的是越来越火了 而且不管是它的衣服还是它的鞋还是它的包 简直是屠杀了时尚圈 那么肯定有朋友想问它的中文名字应该怎么读 其实这里我也是一个小疑问啊 因为我记得2013年以来它的名字一直叫保蝶加 但是这回消费了一波之后呢 发现在这个产品的任何一处地方都没有写着这三个字 而是叫BOTE VENETA 那么废话不多说 我们一起来看看这款鞋吧 那么先从这个鞋盒说起吧 整体呢是它这个品牌这两年一直主打的绿色 然后在正面呢有BOTE VENETA的这个LOGO 在鞋盒侧面这里呢是有比较详细的这双靴子的信息 可以看到有一个小的简笔画 然后以及它的型号信息 那么我们打开来看一看这个鞋盒啊 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它的两个防尘袋 这个防尘袋和之前买的球鞋啊 或者其他时装品牌的这个鞋的防尘袋完全不一样 是这种非常非常厚实的棉布 而且还有这种麂皮的质感 那正面呢就是BOTE VENETA的这个LOGO 估计这个防尘袋呢 其实它更大的作用应该就是吸灰了 因为这个材质实在是非常非常容易吸灰 再打开这个防尘纸 我们能够看到这个鞋的真身了 不光有这个鞋里面还有一堆这种碎纸屑呢 作为这个缓冲或者说让这个包装显得更上档次一点 那么我们先把这个鞋拿出来 另外鞋盒里面还附赠了一个黑色的备用鞋袋 以及合格证 保养须知和三包退换的小卡片 那么这双呢就是我这次入手的这款皮靴了啊 不知道大家觉得这双鞋怎么样啊 弹幕打个分吧 其实可以说非常非常简洁或者说经典的一个造型 因为它就是取自于这种普通的沙漠靴 或者说军靴都OK 整体的造型就是以它为基础 然后加上了这个BV非常经典的一个包边 整个是绿色的一个包边 非常非常的显眼 而且也非常非常的有BV的特色 那么这款鞋呢 其实还有另外一个配色 也就是这里的包边是采用的棕色 一开始我在网上看的时候啊 我觉得那个配色更低调 或者说更适合日常穿着 也不会过时一点 但是我上脚试了一下呢 发现那个配色吧 嗯...沾一点土之后呢 就真的是跟黑色一样啊 也就是毫无特点的一双military boots 就没有什么入手的冲动了 但是这个颜色呢 真的是一眼看上去就知道它是BV的 那我相信看到这也有很多朋友在问说 你为什么不买那双非常经典的70C的靴子 其实那款鞋呢 我也试了一下 穿上脚也完全OK 但是有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在于那双鞋 它在鞋头这里呢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大 因为它在外面又加了一个包边 不像这双鞋 看上去还没有那么夸张 那双鞋我如果买了的话 真的是没法去开车了 那我入手这双鞋的原因呢 很简单 一个是因为它的造型呢 还算是有一点点严肃吧 也就是说 在初期稍微正是一点点的场合 至少穿这个会比穿球鞋好一些 另外一个呢 它其实也没有那么严肃 还是有一点休闲的元素在里面的 无论是这个颜色 还是说它鞋头这种圆头的造型 都不会说让你在穿它的时候 一定要非常非常的讲究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很推荐 如果在看我视频的朋友 你是刚进入职场 或者说有一点点需要出入这种 比较正式的场合的话 我很推荐你入手这双鞋的一个原因 而且我们来看 这款鞋的材质来讲 我觉得也非常满意吧 外面呢是用的牛皮革 而里面呢 嗯 就是用的正经的牛皮了 那关于上脚呢 肯定没有球鞋那么舒服 但是整体还算是不错 因为毕竟可以看到 这个底儿还是一个胶底儿 不是木底儿或者皮底儿 但是要有一点可能跟大家讲的是 如果你经常穿球鞋 那么在这双鞋的这里 你肯定不会适应 因为它整个鞋圈的造型 是非常贴着你的脚背的 所以你在走路 尤其是弯折的时候 这里呢是一定会出折 而且前期一定会割你的脚的 那么在搭配方面呢 我觉得这款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百搭了 随便搭一条工装裤 或者说一条西裤 它都会搭出不错的效果 当然这个前提是 这个裤子 或者说你这一身的造型 我建议还是不要那么花手 比较朴素一些会好一点 关于它的价格 我觉得还比较OK 8000块钱 这款鞋呢 或者说BV大部分的鞋款 都是意大利手工制作 所以我觉得这个价格 还是非常合理的 毕竟像巴黎世佳 或者LV 它们的那个球鞋也好 皮鞋也好 动不动直接是9000 1万起了 最后再说一点啊 我真的是觉得BV这两年呢 自打换了Daniel Li作为创意总监之后 真的是越来越火 而且它做的东西呢也越来越 怎么讲呢 就是那它同属于开云集团 不像Gucci不像巴黎世佳做的东西 那么的浮夸那么的夸张 但是你看BV的东西呢 都是没有很明显的logo 但是你可以看到很明显的品牌标识 而且整体的设计呢也很低调 我觉得很适合那种轻熟的男生 或者说你并不需要所谓的奢侈品 去证明你自己的时候 BV真的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那么以上就是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你喜欢的话 欢迎点赞评论转发收藏 还有订阅以上感谢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